观众乌俄战争 目前乌俄双方在赫尔松基站传出 俄军大量的伤兵正在撤出 这是俄军出现了颓势吗 相请交给韵文 好这可能是俄罗斯又要撤手一个地方的迹象了 这里呢是在乌克兰南部的赫尔松战区 这地方双方是基站已久 而且乌军不断反攻之下 现在看到是呢 俄军似乎是除了在撤离伤兵之外 他们也在撤离当地的医疗机构 并且搬走一些就是医疗的设备跟药品 甚至是强迫医护要搬去俄罗斯 所以这些迹象被英国专家认为 就是俄罗斯在撤退了 他们不太可能会留下来保卫这座赫尔松这城市 除此之外呢是CNN说 他们把这个当地他们的这个国家英雄 是一位军事领袖 叫做波坦镜的骨骸也在移出赫尔松 而这位是过去在1783年时代的杀尔时期 并吞了克里米亚的关键人物 也是后来普京来歌颂他 合理化他们侵略的合法性 所以可见是似乎是俄罗斯 不想要把他们的重要的领袖的骨骸 可能会落入到乌军手中 战事激烈 俄罗斯总统普京不断强调 不排除使用核武 那西方会如何因应呢 再请运文说明 好这看见是欧美国家的位与筹谋了 因为现在俄罗斯不仅是展开 他们年度的核武军演之外 其实就是普京不断的放话说俄罗斯绝对不会排除使用核武的 所以现在让西方国家是重新检视他们应对核战争的紧急应变计划 先看到的是英国方面会透过三个方式让民众知道核战爆发了 第一就是透过通讯软体以及社群平台 还有就是紧急的警报来通知 也在开发是警报的APP来通知民众 会透过发送简讯以及通知你的自保建议 到你的手机跟平板当中 而且是英国之前在冷战时期就有出一个叫做 这个核战的交战手册 就是会有自保跟求证方式 让民众可以来知道 那再看到是美国方面是有公布这个核战的交战手册 是包含说在核战的爆发之前 可以先确认你家附近的避难所 以及备好这个求生包 要水 粮食跟手电筒 而至于爆发当下 赶快的去避难之外 要脱掉这个核软衣服 要把它脱衣盖洗 以及在最后的时候 要确认是网络是否通畅 来注意政府的相关的紧急应变指示 而俄罗斯高阶外交官说 如果美国的盟友商业卫星 继续用于乌俄战争的话 会被视为打击的目标 继续交给韵文 这是马斯克的星链卫星 在战争时候 能够保持通畅的通讯 是帮助乌克兰很大 而现在俄罗斯就公开呛响说 如果美国跟他们盟友的商业卫星 用在了乌克兰战争时 就会被俄罗斯许为 合法打击的目标 而这个商业卫星指的就是星链 我们看到是马斯克 他也公开的承诺说 会继续的帮助乌克兰 提供他们星链卫星的服务 毕竟他获得美国跟波兰的资金支持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是 他同时也被中国大陆要求 不能够把星链卫星用在中国的境内 因为现在这以乌俄战争为鉴 中方注意到说 如果说星链可能会危及国安的话 那中方要想办法保护自己免受影响 也确实来看到是现在中方在研发的是 反卫星的核武 会将这个太空船炸毁之后 炸离轨道 竟然是影响到这低轨的星链卫星 来瘫痪它的运作 我们看到是这样中方准备动作 让英国是注意到了 英国说他们认为说 即便是想要把冲突中 可以阻止他国进入太空 但是他们认为中方可能会借此 把它用在是追踪个人身上 所以现在英国是把中道列为英国的重要威胁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